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林梓棟 這個環節請來Samuel 台地卡 Samuel 你好 你好 林梓棟 我先來跟進內地和保安股市收市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收市跌3點 收報3479點 深證成分指數跌104點 收報13979點 創業版指數跌24點 收報2807點 港股方面 行指全日跌263點 全日收報28674點 國企指數跌146點 全日收報1170點 大市成交1710億多 先跟Samuel說一下大市 今天市最多跌超過300多點 但是叫做美段 臨收市跌幅收集一點 跌200多點下來 今早早都問過Arnold 他說對後市仍然樂觀 你的看法又怎樣 暫時來看 你說大市都仍然算是叫做一個波動少少的上路加局為主 你說是升跌的 受到帶動那一堆 其實都仍然是一些叫明星股 比如說你說ATM 或者你說港交所 都仍然是叫做牽動著整個市走勢的主要那幾隻股份 其他就表現上就未是叫做見到有一個太大的分野 你說可能除了一些有個別業績炒作的股份 相對來說升得比較厲害之外 其他就輕輕叫做上落下 就未有一些太大的波幅住的 所以你會見到上個星期放假之前的交易日 突然之間扯了很多上去的 比如說騰訊或者你說說美團 這些今天都需要叫做回一點 但是就未是叫做回了 純粹就可能回吐上個星期的升幅 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就未算是叫做太差 可以叫做繼續觀望下先 暫時今天又未是叫做好守得住二十天線 所以我覺得仍然需要叫做比較審慎一些 但是你說是不是需要叫做太悲觀 我覺得可以叫做再觀望下先 始終今天我覺得你說回的主要因素 一來就可能你說A股的表現仍然叫做比較差一些 常症或者你說A股仍然叫做跌一些比較大隻的白馬股 例如你說白酒股等等 所以你說氣氛上似乎是見到有些少的錢是叫做走近 而且你說北水南下的情況 未是叫做很積極的 今天全日來說正流日大概是8億左右 比起上午的4億 其實那個幅度或者那個時間點上 其實差不多 所以下半週就沒有說一個加快流入或者流出的情況 我覺得你說這一段時間或者你說今天 資金流方面算是叫做比較偏弱 但是也都是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指標作用在這裡 我覺得主要的因素 都是說一些新經濟股或者一些股值比較高一點的科網股 仍然是叫做受制於這個十年期的國債息力影響著 現在仍然是維持在1.7流上的水平 主要都是大家對於後市 尤其是你說美國的經濟復甦的一些預期 仍然叫做比較樂觀一點 這件事怎麼都會叫做帶動到大家對於接下來通脹的預期 所以上個星期你說美國出到飛龍 算是叫做好過預期很多的話 這個主要因素都會叫做令到你說 就是說未來美國十年期的債息息率 保持在1.7流上的 要看看你說未來一些叫做美國官員 在一些公開講話裡面 會不會叫做維持一個比較偏弱一點的講話 這件事會帶到市場一個比較大一點的信心在這裡 同時間中國方面都會叫做出賣社用 可以叫做留意一下 會不會開始真的叫做有一些資金收緊的情況 導致今天A股已經有些錢提前叫做沽貨 這件事我覺得同樣都可以叫做留意一下 但整體來說 基於你說可能大家對於後市的憧憬 或者後市經濟復甦的情況 仍然算是比較樂觀一點 IMF 今天都叫做調升了 例如說全球未來的GDP增長的預測 所以我覺得你說即使息率叫做走得比較高一點也好 都是出於大家對於後期的經濟復甦的預期比較好一點 才會叫做有這樣的反應的 所以就不算是一個太負面的因素 純粹你說可能估值上仍然是叫做調整的 我覺得你說這一段的時間 純粹就估回上個星期四 升了那些的大概回一半左右 暫時仍然屬於一個整股的格局先 可以叫做繼續觀望一下 好啊 另外說個別的版塊 這些體育用品股 李寧和特報今天都表現都幾好 李寧升半成上來 特報升成一成 就說李寧之前 因為新疆面的事件 都升了很多 其實由三十多元升上來 五十五元 累積升幅都已經是有一定的了 現在那個狀況 大家你會建議大家take profit 因為短時間衝了那麼多上來 還有其實之前在五十七元左右 其實會不會都有一個很大的阻力 需不需要現階段take profit 我覺得都有機會 始終你說在大概五十五元 五十六元左右這些位置 都曾經是叫做有三四次碰完之後 都回落著的 那我又未覺得 這次這些新疆面的消息 足以令到它的股值 或者股價是重新叫做破頂 始終你說這個水平 暫時捱著五十五元左右 算是這幾年的高位 或者真的叫做歷史的高位 所以只看你說新疆面這個消息 或者你說看一些消費者的反應狀況的話 又未至於真的叫做有條件 令到李寧或者你說安踏這些國產的品牌 保持著在國內 接下來這一段的時間 叫做獨大 因應你見到 譬如可能你說以Nike為例 最近他們都有一些減價速消的情況出到來 結果反應就是 開賣的一兩秒 都已經是叫賣了貨出去 所以你說 可能有某部分的消費者 是說到要抵制這些國內的品牌 但是你說其實 仍然都叫做非常之受歡迎 所以比較分化一點點 但是你說 在市佔率上 其實暫時 在長遠來說 又未見到一個很大轉向的情況出現 所以 再加上你說中國的官媒 其實近期都要有一些跟房地產相類似的消息 或者言論出到來 就是說那些鞋也是叫做拿來穿的 不可以叫做拿來炒 你說最近期開始叫做炒鞋的一些消費者 有機會成為叫做被人割韭菜的對象 所以 這些這樣的因素 我覺得如果你說 比如可能李寧近期 也都有一些叫做比較出名一點的波鞋 被人炒貴幾十倍的 如果你說這些這樣的現象 繼續出現的話 我相信以當局的一貫的作風 都一樣會叫做有些規條出到來 禁止這類型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 你說這類炒賣的風氣 就不是真的叫做太長久 我覺得你說 現階段這些這樣的股價 或者這個水平 去到55-56元左右 有機會暫時都需要叫做休息 如果你說只靠新疆棉這些消息的話 對於他們接下來的幫助 就 未至於真的叫做太大轉 我覺得你說外國的品牌 比如你說Nike 或者Eddie 以近期他們的營銷 或者你說促銷的情況來看的話 他們的品牌其實仍然都叫做受歡迎 就未至於 即時叫做讓回所有的market share 給一些國產品牌住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只靠這些消息 已經叫做彈了一成幾兩成上來的話 應該要在這些水平開始叫做take profit 好 另外再說一下中芯 有些消息就說 中芯4月1日起 已經將其他產品來加價 那幅大概是一成半到三成 有些分析也都說 全球的芯片 供應求的情況都會繼續 中芯今天都升到5%上去 跑人回大市 後市怎麼看呢 大家對於他們接下來的無利率的狀況 輕輕叫做有些少上調的空間 始終你說去年第四季 他們的表現令人比較失望一點點 去年第四季有無利率 都是叫做要比 按年來講或者他們按季來講 都是叫做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是差一個預期一點的 而且給到guidance 相對來說都是叫比較審慎一點 他們本身給到 你說2021年 無利率的預期 都是大致上維持在 10%至20%的中部 就是其實維持在 你說可能15%至18%左右 其實上年的第四季 都是18%而已 所以本身對大家 對於他們今年的無利率的 憧憬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預期 反而你說如果現階段 真是整個全球的 芯片供應 都依然協助出現的短缺 而他們都叫做有能力 去加大這個 單位的價格的話 的確是有利 他們接下來的無利率 可能會輕輕輕上調 你說可能大概2-3%左右 回到20%左右 都不出奇的 這件事是暫時對於股價 叫做有些幫助在這裏 但是你說接下來這一段的時間 它都仍然是叫做 跟之前公告一樣 暫時只可以做一些成熟製程的制式 變成一些先進制式的 例如14納米 或者更加細以下的那些芯片 都未是叫做有能力 或者未叫做有機器 可以叫做到的 這件事要視乎 你說之後美國是否真的叫做有條件 或者叫做有機會開放更加多的器材 給他們購買 上次他們跟ASML買的那些產品 基本上都只是叫做做一個成熟的製程 所以無利率方面 純粹叫做靠他們這次的提價 去叫做有個上升在這裏 但是你說接下來 他們都未叫做做到一個先進製程的話 就只可以靠他們自己的老本行 本身做回那些比較舊一點 或者比較成熟一點的那些製程 才叫做可以填到整條大數 未至於叫做按鍊 有一個太大的跌幅在這裏 這件事令到他們的股價 接下來有機會 真是叫做純粹做一個上落的價格為主 上一次他們在23元的水平 大致上都叫做墊了三次之後 開始叫做做一個底出來 所以上網的話 有機會就可能你說做一個長方形的軌道 大致上上網有機會回到29元左右的水平 之後你說可不可以突破29元樓上呢 就好像他們在一些叫做採購 一些比較先進製式那些的器材裏面 會不會有機會有些的進展 有某部分的大行對於這件事算是挺樂觀的 就覺得你說新任的美國政府 似乎慢慢在一些叫做器材的採購上面 有些是鬆綁 所以某些行是猜有機會 他們之後可以叫做到14納米 或者更加先進那些的器材 所以這件事暫時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驗證 但是你說如果只看他們可能產能短缺 需要叫做提價去叫做賺回他們一些新的訂單 那個無利率的話 我覺得有條件暫時看一看29元這個水平 好啊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再說再說有沒有持有上述頭的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好啊 麻煩Samuel 這次節目時間參觀和Samuel聊到這裡